少爷的魅力 岂是能够掩盖的 少爷没跟你说啊 明天晚上六点 他跟杨雪儿吃饭 你看看你这个 吸金绿诈骗的样 位子已经定好了 这餐厅介绍 上面有着装要求 这什么餐厅啊 还有着装要求 可真有意思 他们家就是讲究仪式感 吃一顿便饭 就像吃盛宴一样 有邀请韩 还要正装出席 这也侧面反映了 杨雪儿对你的重视 这侧面反映了 他对我要求太高了 他也不想想 我一个设计师助理 会不会有礼服 人家小姑娘嘛 哪想那么多 人均三千块钱 他不会让我结账吧 我一个设计师助理 可付不起这些钱 为了你的人身安全 我和威廉们 陪同前往 倒也不必 这何事 毕竟 我们才是你的守护人 你不会想让 金小玉陪你去吧 工作时间就不麻烦她了 快尝尝 我这茶叶怎么样 今天是你值日 垃圾记得分类 你垃圾又没分类 能让你多干活 何乐不为 你就是个垃圾 这什么东西啊 餐厅还搞着装要求 挺会玩啊 杨雪儿请少爷共进晚餐 当然要选高级餐厅 杨雪儿 就最近得奖的那个是吧 对啊 那他为什么要请 蒋白居吃饭 蒋白居平时在公司 也不见人啊 而且他在你们公司 不就是个 名不经传的小助理吗 见不见经传啊 这还得看少爷的意义 遇到杨雪儿这样才华 与美貌并正的女孩 谁不想表现自己 再说了 少爷的魅力 岂是能够掩盖的 少爷没跟你说啊 明天晚上六点 他跟杨雪儿吃饭 你看看你这个 吸金绿扎票的样 哦 少爷跟漂亮女明星吃饭 却没告诉你 你们的关系也不过如此嘛 我要是你啊 就赶紧跑去找少爷发脾气 好好地理论一方 我告诉你 我才不上当呢 我要是找他 你可高兴了 但是这点小事 对于我来说 我不在乎 你拉鞋还没分类呢 喂 你好 我想定 卢浮宫晚上六点位置 小姐您好 请您报一下会员号 什么会员号 我不是会员 我不好意思小姐 我们餐厅是会员制 不接受会员制外的一定 感谢您的来电 那我 这什么餐厅啊 还跳客人 该不这样吧 我放下身段 我去问问蒋排军 不行 这样太低了 可是刚刚看起来 她说的那么美肥色 我的样子 那姑娘肯定对蒋排军有意思 我还没死呢 你就开始下一场派对 蒋排军啊 蒋排军 很有仪式感的餐厅 谢谢那位神秘的朋友 有了 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